大家好 今天是12月4号2022年 《人缘经》第234讲次 经文在444页的第6行 我们继续来讲《人缘咒》 《遏难若有众生 从无量无数节来 所有一切轻重罪战 从从事来 慰急忏悔 若能读诵 书写词咒 身上带词 若安住处 庄宅圆馆 如是基业 游汤消雪 所以如果有众生 无量节来就是很久数不清的节以来 那么他所放下所有不管是轻的或者是罪的业战 那么从前世来就是他以前还没有忏悔 若能读诵 但是现在如果他能够读诵 或者是抄写人缘咒 也就是持人缘咒 那么身上带着人缘咒 又或者在他住的地方 安放人缘咒 庄宅就是住的地方 园馆就是可能就是暂时休息的地方 那么这样子生生世世所积累下来的这些业 就可以消除 就像拿热汤来消雪一样 就很快的可以消除 不久皆得悟无声忍 所以这样子呢 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就能够挣到无声忍 无声忍就是人空智 法空智 就是人空智就是说不执着这个身体 还有我们心上面所起的这些万心就是自己 法空智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 也就是不自私 心量宽 父次欧难 若有女人 未生男女 欲求孕者 若能自心 意念思奏 或能生善 代此 西弹多 波达纳者 变身福德 智慧男女 又或者有女人 她不能够生孩子 但是她想有小孩子的话 但是她如果能够自心 就是诚心的来意念 来词 能言咒 西弹多 波达纳者就是能言咒的咒心 就是戴在身上 那么就能够生有福德的智慧男女 这一段我们要注意 这个男女并不是指的真正的生小孩 而是男指的是定理 女指的是智慧 所以没有智慧的人想要求智慧 那么磁能言咒之后 就能够得到智慧和定理 因为男众一般是定理多 智慧少 那么女人是会多定少 求残命者 即得残命 欲求果报 述圆满者 述得圆满 生命设立 亿富如是 这里的残命并不指的是你要活得多残 因为有些人是很饿的 你不能够让他活太残 活太残才要造业造得更多 所以这里的残命指的是要我们的善根延续的意思 那么欲求果报 果报就指的是修行人 他要比如说他要求正道出果或者是试果 那么他就可以很快的正道出果或者试果 生命设立 亿富如是 生指的就是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心 命呢就是指的我们的慧命 就是也就指的是我们的慧命能够增长 色就是指的我们的外向 一个人他心里面是清净的 慧命能够增长 那么他显出来的像就是庄严像 所以这些都是有力量的 力量就是让自己继续往上修行 也能够度众生 行又度的 命中之后 谁愿往生 十方国土 必定不生 边地下贱 何况扎行 所以他死了之后 他就会随着他的愿力去往生 在这个十方的国土上面 而不是是随着业力去往生 就是自己他能够控制 因为他的善业多 所以他就不会生在边地下贱的地方 什么叫边地呢 就比如说像一些五谷不生的 没有雨水的地方 很多非洲的地方就是那样子 所以人都肚子都吃不饱 更何况接触佛法 或者是很偏僻的地方 就是跟现在的这个先进的社会 是脱离的这些地方 何况扎行 扎行指的就是三恶岛 地狱为畜生 就更不会生到这些的道里面去 这段来念完 所以在一个国土里面 国土它有分 比如说州或者是县 州就是比较大的 一个州里面可能有几个县 那么聚落就是人聚集的地方 一个村落 那么在这些地方 如果有饥荒 人们吃不饱 或者是有益力 益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病毒 益就是外面的细菌 或者说有刀兵 就是有战争的地方 贼难就是犯罪 是泛滥的 偷盗 是泛滥的地方 还有所有一些 其他危险困难的地方 恶就是危险的一事 那么在这些国土里面 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 但是呢 如果把人烟咒 抄写 放在城的四门 四门就是东南西北 也就是人进进出出 都必须经过的地方 就安在这四门 或者是肢体 肢体使得就是 一个清净 可以供养人烟咒的地方 或者是奢 奢子的就是 一般人来讲是帐篷 但是我们佛教里面是讲 窗 所以放在窗的上面 那么就让这国土里面 所有的众生 让他们诚心的供奉 能烟咒 来礼拜恭敬 来专心的供养 还有就是 令所有的人 身上面都佩戴 能烟咒 或者是呢 放在他们家里面 所居 或者是所住的地方 那么所有的灾难 或者是危险 都能够消除 好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